你不认识吗 还是原夫子教我 男女不同习的道理 如今让我上你的马车 夫子梦不是忘了 还真忘了 原来你是女娘啊 夫子既不是真心与我说话 那我便先下车了 听着 既然气性这么大 那娄家提出并娶之事 你怎么还不敢退亲啊 阿妖若知道 并娶之事对于我来说是羞辱 若她还敢答应 我定会两巴掌拍死她 可她并没有答应她阿母 我为何要对她死心 娄瑶为人无知无能 又不够聪慧 你不肯退亲 是不舍得好难捏的娄瑶 还是不舍得 马上就可以逃离父母 去外面见识更广阔天地的机会呢 原神剑 你少羡慕我 再者说 我必真如此小 于你有何干心 别跟扎了刺似的 你可知 何将军为何非要将女儿嫁回龙家 那是因为楼氏子弟 近世如生闻官 嫁给楼瑶 何小公子才能保住何家遗产 你是说何家的不娶吗 不止不娶 还有庄园 巫宝 族人遗孤 现在由他阿子赞管 待何小公子长大后 再行归还 此事说来简单 可在何小公子长大成人 这十几年间 变数太大了 楼瑶 是何昭君眼下最周全的选择 可阿瑶不喜欢何昭君 再说 我就不相信 全城没有第二个心底磊落 且敢陪何氏忠义 愿意迎娶何昭君之人 何家如今赞誉满天下 何昭君嫁装丰厚 会贪图这些的人家 何事信不过 不贪图这些的人家 又不愿出头 不如 袁夫子 你娶了何昭君吧 你心地磊落 定不会吞没何家布局 再说 你的才感 学识 相貌 比阿瑶都强百倍 若是你提出来 何昭君他定是不会 不会什么 迎娶何昭君这样的心腹 轻忽不得 怠慢不得 将来还要倒贴许多人力物力 帮扶何家东山再起 你可真看得起在下 今日天色不早了 就此别过 停车 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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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公子怎么下车了 走 驾 驾 驾 铁夫子 人家没出现 这下着雨 没有车马 女公子小心 小心 要不 咱回楼家去接辆车马吧 不可 我可没脸回去了 咱们找何昭俊劝说这范子 当真行吗 万一他不肯怎么办 以前我也没见他有多钟情于你 为何不肯 不过 他刚全家战亡 我们待会儿态度还是要和气些 言辞绵软些 默让他觉得我们是上门七零来的 一分钟晨 你 蜀精和昭君已经这般惨了 要不咱们给一些示威再说 可 可你伯父坑的吗 就算你伯父坑的 身上坑的吗 那要不你去说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 我凭何身份去说 也对